赵老爷 陆大人求见 请进 这么晚了 文夫过来找我 可是寂寞难耐了 我早就说过 送你几个美人在府里 你偏不要 养美人不是养狗 得锦衣浴室 精心照看 我和儿子几根光棍 家里连母耗子都没有 我可养不活美人 我教你办法 让你养美人比养狗还容易 而且以后你赶他走 他都不肯走 文夫兄是深夜来给我送兵器的 我倒是对兵器不怎么感兴趣 这几个死士功夫很高啊 如果有人养的死士 都有今晚这四个人的水平 若有五百人 只怕连皇城都能攻破啊 文夫兄 话不能乱讲啊 你是在诬陷我谋反吗 你我兄弟 我怎么会这么想 我有哪句话说 这几个死士是你养的吗 咱俩就别打雅弥了 实话告诉你 就是我养的几个护院 你以为高手遍地都是啊 别说五百人 连十个这种水平的都找不出来了 不过我是帮谈新人去抓张天赐的女儿 文夫兄和我严家一向有善相处 今天是要翻脸吗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是那种人吗 我就是担心是东楼要和我翻脸 才不得已深夜上门想问个清楚 免得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这话什么意思 我几时要与你翻脸了 今天不是我及时赶到 萧峰已经死在其中一把刀下了 这么说 萧峰也在张天赐家里 怎么会这么巧 你不会认为我是想杀他吧 就是因为事出凑巧 我才不敢轻易断定 所以来问个清楚 如果只是因为张天赐 那咱们双方这次是个误会 萧峰私下里找了沈恋 沈恋也没有禀报我 带着和他关系好的几个锦衣卫就去了 文夫兄 这就是个误会 我们的约定依然有效 如此我就放心了 就不耽误东楼雅兴了 告辞 大人 是卑职的错 这几位兄弟都是被我叫去的 你错在哪儿了 卑职擅作主张 擅自调用锦衣卫行私事 且造成伤亡 卑职有罪 京城境内有人敢行凶绑票 锦衣卫知道了难道不管 可你既然知道此事与萧峰有关 就该想到是什么情况 参与这种纷争 你不来请示我 竟然敢擅自行动 确实有罪 萧峰不让我说 哼 萧峰虽然机智聪慧 有道法在身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就靠从御王府借个斩语 加上你的几个狐朋狗友 就以为能万无一失吗 这位小朋友很眼神啊 何时加入的锦衣卫 这么好的身手 只当个小齐 太可惜了吧 你不是锦衣卫 锦衣卫不敢这么看着我 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 大人 这是卑职最近新交的一位朋友 为人最是热心 我去找这几个兄弟帮忙时 他赶上了 非要一起来 因为他是五官身份 他万一露相惹出麻烦 无奈我就给他弄了一身衣服 什么职务 哪里来的 大人 下官是登周卫指挥千世 七纪光 想起来了 你爹是七景通 在神机营时和我有过交往 最是老实本分的一个人 想不到你却如此飞扬跳脱 今日之事就到这了 都散了吧 父亲 确实是严府所为嘛 一而 严世帆胸怀大志 不可小视 今后跟严家打交道 要更加谨慎才行 啊 严世帆此人聪明绝顶 家之毫无底线 是最可怕的对手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狂妄自大 且不愿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亲的意思是 他若是今天一怒之下杀了他的婢女 那他仍然是原来的严世帆 但他忍住了没啥 就说明他在有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他肯委屈自己 必然是所图不小 嗯 嗯 好